沙拉可以很简单 也可以比较复杂性的 很荣耀 是灵豆沙拉 就是羊耳的一个食谱 一般上这些 都会有辛辣的成分 这个其实是一个秘密武器来的 然后在马来西亚 我们对沙拉的看法就是 稀释的 冷的 那么我希望是说 把它演变成一个 日常都会吃的一个菜式 南瓜本身就是有那个糖分 如果你去烤的话 它就会糖化 最简单的方法来煮 才能够吃到食物的原汁也会 所以我们要吃的 纯粹就是那个清脆的质感 沙拉最主要的就是 食材一定要先吃 就是花园的时候 我们就用什么 亲自去种 你才知道说原来食物要好吃 是要经过很繁长的过程 你才会去珍惜你所煮出来的食物 好的 谢谢大家 请大家看看